我是要指的 怎樣啊? 誰在看AV片? 這些果然是任何會問的問題 什麼SP啊 單T啊 這個啊 今天這條影片是由D卡贊助播映 Hello 觀眾朋友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過兩天大家都放榜 你們準備好了嗎? DSE的考生 放完榜之後應該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對於住科啊 上妝啊 對於大學的疑問 那可以找誰問呢? D卡就幫到你了 D卡是香港大學生的匿名社交平台 連結了全香港的大學生大專身的討論區 除了可以每晚抽卡 認識不同大專院校的朋友 劏迫你的社交圈子之外 還可以匿名發文回應其他文章 那就不怕認識不到朋友 話明是討論區 D卡上面就有很多不同主題的看板 在上面就可以了解大學生之間的熱門話題和趣事 不同的看板包括 港澳U-Live 港澳感情 港澳女生 港澳Beauty 現在還新增了港澳追星和港澳男生版 重點來了 D卡會定期搞不同的會員門 而在7月22日的6點到7點的時候 我也會成為今期的Q&A嘉賓 在D卡上面解答大家關於星學的問題 盡情就看討論區 好啦 今天我就請了我的房間 跟大家說一下住坑改變我們的5件事 立即去片 Hello 港澳 Hi Joy 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房間 不知道他是誰 他就是我行導的插畫師 大家看到那個開頭和那個轉場 都是他幫我畫的 不要說了 一入大學住坑其實是人生的一個新的理程碑 入坑真的會大開眼界 我記得我一入坑的時候很short 當時你開了我們房門 我說男生不要入女生房 不是 今天要講住坑改變我們的5件事 分幾個不同的範疇 第一個範疇就是普通的生活習慣 不如我講一下你 好 我們有件事 一入坑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帶掃脫嗎 你是把漂白水不開氣就這樣 對 因為他們說漂白水會殺蟲的 你可以拿來抹牆 然後我不知道原來是要開氣他 我一出獵 整個走廊都是漂白水味 好像泳池一樣 然後那時候其他村民就幫我拿水擦牆 為什麼會在我房間睡呢 吃東西 以前家裡一天最多是一頓出去吃 晚上一定會有住家飯吃 可能有湯喝 但是住坑是沒有這回事 年一的時候帶著沙波蘭餐 打算煮飯 誰知道其實整年都沒有煮過幾次飯 然後很多中學生就說 糟了 住坑的人不是很搶的 是不是會不讓我睡覺 然後參加很多活動的 你覺得是不是 是啊 我那時候是五點多要上班 我三點多還聽到有人在隔壁房間 猜妹 我覺得有一件事是我住了一棵才知道 就是不要亂坐別人的床 有一個人他是潔癖 他出餐廳 他都會抹過 或者直接拿自己的椅子出餐廳 然後他是不讓人坐他的床 你的衣服乾不乾淨 你的褲髒 有屁股 大家要磨合 走回大家的生活習慣 一間房間 你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你屁股睡覺 那你沒理由開燈 又吵醒他 好像在床 洗錢多了嗎? 洗錢多了很多 因為我以前在鄉村中學那裡讀書 因為我隔壁的東西都是很便宜 可能15元有個叉燒飯 平均可能是30多元 但是在床村吃飯 你基本上是60元走不了 晚上如果有人說 就是喝早茶 早茶也要60多70元 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床村才這麼貴 是啊絕對 師傭很親民的 十多元 第二件就是 代人處事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會覺得 道不同不相為謀 比較壞 會化妝上學 為什麼化妝上學是壞 或者吃煙 或者譬如那些人的感情上 道德觀很不同 可能他會搭兩船 我真的會不跟他做朋友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你也不是一個好朋友 但入大學認識多了 我就發現其實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一個人可以同時是你很好的朋友 但其實他私生活可以很亂 但不會影響到我們之間的友情 哈哈 私生活很亂 但是人很好 因為主科其實很透明 人物的關係 生活習慣 好像透視 大家都會知道 他現在跟誰在一起 什麼事啊 哇這麼亂 哈哈哈哈 我一開始很不習慣的一件事就是 你24小時好像也有人圍著你 嗯 我以前是那些很內向 我自己在房間那裡接 但是又會有人開你們 YO 做兩次了 哈哈哈哈 你 你 你的地方 哈哈哈哈 我想救死床 你說啊你說啊 中秋節 哈哈哈哈 大家有沒有看過肥姨那一條 中秋節Party那一條 然後就有人來開玩笑的說 他說 蛤你這麼傻啊 然後他生氣了 他走了 他回家了 不要說了 我當時真的不想參加Party 我內心是 蛤好煩啊 又要Cosplay又盡 那樣 唉有條人又要拍片 我以前是不明白 為什麼晚上要回房間 為什麼不出來一起玩 我夜1的時候是不明白的 但是現在就會明白 其實自己的時間 反而是很珍貴的 現在就變了好像他那樣 晚上睡覺前 我會回房間關門 然後待一會才會睡覺 啊還有呢 住Haul出Pool 真的很容易 你會看到很多人追求 其他人的過程 中學都會傳Whatsapp 偷偷地出街 不知道的 但是在Haul就是 就好像那時候 有些村民 以為在房間裡找你聊天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我那時候不覺得 我以為是你們派他來找我 誤會 我以為是 我太接了 大家想我好一點 所以要找個人來跟我聊天 啊 有件事真的大開眼界 我以前是思想觀念超保守的人 我也是偏保守的 雖然我也是獨男女哭 你也是 那些男女這樣 哇 那時候我真的 真的大開眼界 特別是我一來那個freshcamp 就是體驗型 睡覺地 然後搭光 我就會覺得 哇好入檔 有些不是情侶 因為那時候我聽說 是淫荷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說 男女 人家就覺得是淫荷 問問題 又會覺得 哇 這些果然是淫荷會問的問題 晚上一堆人一起睡在房間 然後就覺得 哇 好嫩啊 哇 SP啊 3P啊 O2O啊 有些是神經病 你在走廊聽到的聲音 噢 是的 她真的喊得很大聲 因為我很喜歡打開門做事 然後呢 我聽說 誰在看AP 這麼大聲的波 然後我出來發覺 好像不是看AP 好像是現場直播 而且她不是只有喊聲 她有打屁股的聲 你啪 很大聲 我本身是極度暴躁的 就是以前 還沒進去 很容易被人激怒 可能是因為沒什麼安全感 或者不是很懂得處理紛爭 然後我就會用爆發這個方式來處理 當年第一次在村子一起喝早餐 當時隔壁也是一層人 是跟我們那一層人認識的 然後呢 他們就在喊口號 你們非凡天不知什麼 唸了一首詩出來 然後我們就 全部人一起喊 你收爹啦 in a funny way 是啊 你知道大學生很無聊 阿叔就打眼睛出來了 其實我們真的吵 然後他就走過來 罵我們 一開始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再吵了 他還罵我 手指指 他捉個人的頭指出來罵我 不要手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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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我就說 喂不要手指指 他說我是要指 怎樣 他就對著我的樣子 理智線斷了 然後我拍桌子起來 然後我說 你有沒有手指指 然後那個阿叔是 我呆了之後 有人拉開了阿叔 然後後面有人拉開 然後呢 我個人才醒 然後就說 他在做什麼 在說馬後炮 如果你沒有起床 沒有什麼看過他發脾氣的 我聽人家說 他之前是很差的 那些脾氣 是文鋒爽膽的 你知道我什麼時候 有一次我跟廚房間 去買飯吃 順便就買了這個珍珠奶茶 那時候的朋友跟我說 什麼 吃完飯才會喝珍珠奶茶 然後那時候 會生氣 整個珍珠奶茶和飯 都扔了 在街上 走了 因為我覺得 我想一直喝珍珠奶茶 很瘋 他比我更瘋 有什麼事我完全沒聽過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 已經有人警告 你小心一點 你明天不要惹到他 會被人休息的 有一次就是我們叫 宵夜 然後就叫很出名的 芒西冰底 那些人如果想好吃 就會加小丸子 全部人都有叫 但是來到 就有些有小丸子 有些沒有小丸子 我就搶了一碗 有小丸子 然後我就打 有小丸子 然後他沒有東西吃 原來是因為 我叫了人幫我下單 但是他沒有幫我下單 總之就是我的名字 不是在那個名單裡面 然後我就死了 我會被人休息的 你看我講 那件事生氣的地方是什麼 是一收到外賣之後 我馬上提出說 好像是小丸子 就是沒有我那一碗 但是全部人 很倫重心都響 他們那碗那裡 又沒有小丸子 沒有人理我 我沒有東西吃 我都沒有東西吃 你明明 之後我 下次再買一本小丸子 給她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舊時重 那財母上呢 經濟未能獨立 我自己就是沒有獨立的 補一下雜 那樣 主科之後 我覺得回到part time 是一件好事來的 你會知道你做多少個東西 你會有多少錢 你這頓飯 等於你做多少個東西 你可以有半經濟獨立 但是你不用承擔應有的責任 大家應該也有看過那一條 因為大家都會很擔心先制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看你遇到什麼人 他有很多規矩 拖未比賽 要去看去支持 會搞活動 你要參加 我聽過的先制 就可能是 如果你不去做 那些人是真的會罵你 或者給你說話 那我覺得這些就是先制 自己就沒什麼經歷過 而且拖的時候 其實人是很好的地方 請大家入住非凡天 不過美女美男才會進來的 可笑 不過我會說 不要太多期望 因為我們說話 都是我們自己的經歷 就未必代表 每個人住屋都是這樣 但是我會說 住屋是真的會改變一個人 所以我來說是 positive change 好了大家看完我們這條片 是不是還對大學有很多不同的疑問呢? D級上面就有一個Freshman項板 是很適合未來DSE放榜的同學仔 你呢就這樣用Facebook或者Google登入 不需要驗證 立刻可以發文和留言 上面就有很多師兄師姐會解答你們的問題 大家現在可以download這個app 之後就有很多星學的懶人包 給大家save 很適合遇到放榜星學問題的你 好了 除了星學問題之外 相信你們人生中都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D卡上面就有這個日常版和感情版 上面就有很多人share自己的感情問題 生活的問題 而你遇到生活的問題 都可以在上面問一下別人的意見 相比其他地方 我自己覺得D卡上面的人 是比較友善和溫和的 不會好像一看到你問感情問題 就說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 卡有之間都很樂意解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你有各方面的煩惱 都不妨上去跟人分享一下 也不用怕被人起底 因為他是匿名法文的 最後最後再宣傳一下 在7月22號的6點到7點的時候 我就可以D卡做這個Q&A的嘉賓 有興趣的話記得留意我的story 以及看看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好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 這個是肥姨送給我的標 好棒 我喜歡這個 今天這條影片是由D卡為了笑什麼 你不要那麼尷尬 你不要出聲 你不要說這個 你是否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